大家好 现在江苏昆山 今天乘坐的是58楼公交车 我们就看一下一路上的风景 节假日期间哪都走不了啊 就只能坐着公交车到处跑了 走到哪里就算到哪里吧 坐到底站 路上先看一下风景 景区反正节假日期间都不能去 所以说就只能在市区里随便看了 国道312 这个高架路还是可以的 应该就是312国道 早期是直走地面 现在为了增加这个车的快速通行 在上面又建了一层 所以说这个大大缓解了这个车流量的压力 你应该所有的这个高速公路最好都要这么干 特别是那个护林高速啊 车流量太大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苏州的车展我还要不要去了 嗯 它那个可以坐地铁 坐换乘两次就能到 地铁上如果没有座位的话也不要紧 你就直接坐在地上就可以了 但是人多是肯定的 对吧 嗯 但是它可以坐在地上呀 所以说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看一下昆山的这个高架桥 好 修的还是非常好的吧 这个感觉有四五层楼那么高了 这个方向是往南京方向 苏州方向 0.95 哦 这个黎礁桥也是错综复杂的 鹿植古镇我23年前去过 好多年都没去了 等以后有机会再去看看吧 这段路很明亮 因为太阳在我们的左手边 所以看起来就亮的多了 每年有三个重大节假日 五一 十一 春节 这三个大节假日 都是 都是人山人海 知道吧 所以说你想出来玩的话 根本不行 玩不了 乘客们 这个方向应该就是往那个 南面 就是周庄古镇那个方向 这个路上的这些车子 十有八九应该都是到景区的 所以说放假了大家都不上班 全部都跑出来玩 我这个公交车它不是到景区的 你看一下车上就很空 你只要是到景区的那个车上 那人山人海都挤满了 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就不到景区去玩去了 我猜的没错 这个牌子上写的就是景西古镇 周庄古镇 因为在昆山那边东南西北非常好分得清 这边现在路过的是高新区的产业园 刚才左手边看到一个工厂叫神州 应该是生产了个笔记本电脑的 全部都是工厂产业园 昆山那边多的不得了 下车了人少在地方亲近啊 到景区里是全家总动员 大朋友小朋友吵得不得了不行 那人多的地方实在吃不消 坐公交车要挤上去没地方坐 地铁你可以坐地上 那公交车你坐在地上的话 不行啊所以说那个 那个距离太远了 25公里啊 那个长途加漫游 所以放假这几天我们就只能 在昆山找一些小的角落 人少的地方就完了 我也不想去人多的地方真不行 要是换在我以前不是专业出来旅游的时候 我可能是可以的 就是人多我可能也会去 哦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就是要知道要错峰出行了 我以前在厂里上班的时候 那都是利用勤甲的手出来玩 并不是说十一放假五一放假 我在出来的 你想想我本来上班就累成狗了 你还挑五一十一出来玩 那更不行 所以说我以前在厂里上班的时候 就已经明白了 就是要错峰出行 所以说现在在外面玩了两年了 这个就更加清楚了 人一多我们就休息吧 就在市区找人少的地方 走一走亲近一点还好一点 行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